我们看到港股连续两天回落 七十二万九 其实原本的市场形势也挺好 但现在就上到二万九 二万九千四之后起不稳 现在就是七十二万九 你之前也有说过 预计今个月的市况 其实是乐观审慎的 现在会不会是乐观之后要审慎呢? 如果你说有货又怎样算好呢? 我觉得暂时来说 又未必太担心 虽然过去两天要回落 或者昨天跌回三十几点 好像单人来说跌的幅度也不是少 但整个局就未主要太差 但很明显地去到前天 二万九千四百九十点 就是这一转暂时的高位 其实这个位置也跟上周 当时预期短期的趋势有点似的 因为那天也说到 起码第一集 你看看是否真的破到二万九千四 站得稳在楼上 因为二万九千四 当时就是四月底的高位 那天也说过要站得稳 才能慢慢看回二万九千八至三万罐 而的确刚刚过去这几天就试一试过这些位置 但最终暂时是站不稳的 所以变相形成过市 可能短线又是变相拉脚一点点 但始终整个势 我觉得未算太坏了 始终一来这么看 是的 因为很多因素 特别过去那一转推过市 上来的那些因素 例如人民币强 那些因素 这几天是有明显的转弱的 因为随着日前上调的外汇传准率 来计算 人数也跌了两三天 变相自然对A股 对港股都一定有点影响 加上我想最主要是港股自己的成交 虽然整天来说都维持15亿流上 但是没有再一步增加 始终也有点需要贪心一点 如果说一句 你说在27000-28000 你15000亿都还可以 够力去推 但去到29000 如果你还在15000亿的时间 其实就难点推动 所以除非你来着成交 是突然间再变大 否则可能短线真的会先整股 但我觉得媒主或泰国 即时又觉得很悲观的原因 虽然29400亿是顶住了 但是你看到很多的板块 仍然有轮序去炒 市宽没有很明显的缩减度 而且向下来计算 虽然昨天跌穿10天100天线 但起码20和50 大概28600这些位置 暂时还未失守 所以我觉得又不需要一下子 因为回货两天不太悲观 但明显地就可能 如果过去这一转 没有追到的朋友 可能稍微等一等 例如28600附近 才重新部署会好一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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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递 订阅